今天咱们吃蛋挞 还有一个脏脏包 这个是迪拜巧克力蛋挞 这几个蛋挞都是 大连本土的一个面包房做的 双十一的时候他们搞活动 这一个蛋挞才五块钱 你们觉得便宜吗 现在特别流行这个迪拜巧克力 它上面这个是面包丝 然后加的开心果酱 这蛋挞做的好吃 没有问题 我吃一下这个迪拜巧克力这个丝 特别酥脆 但是也吃不出来巧克力的味道 我是想说吃不出来开心果的味道 很好吃 哇 这什么口味的 什么流芯的也不知道了 整个一块芯掉在了桌子上 它这流芯也好吃 这什么流芯我真的记不住了 我没想到它是流芯的 它上面那层黑黑的应该是可可粉 它这流芯非常好吃 味道调得很好 今天喝牛奶 这个应该是芋泥和草莓 哇 这个要掉下来 它上面的果肉是无花果 它这果肉是有草莓还有无花果 很好吃 草莓有一点酸 无花果很甜 这个口味也好吃 它上面这个芋泥酱调的挺好的 不是芋泥 我吃错了 它这是蓝莓酱 蓝莓果酱酱酱酱酱的 挺好吃的 这个是巧克力的 上面还有一些 不知道是什么的碎片 这个也好吃 我记得我有一次吃过窗台的蛋挞 就是那个全国的连锁店 但是这个绝不逊于那个 甚至超过那个 非常好吃 这蛋挞做得太美味了 我好像从上次吃完那个窗台蛋挞 就再也没吃过蛋挞 这个是巧克力脏脏包 我觉得这个开酥也还挺漂亮的 看看里面 它这个面包挺苦苦的 整体的口感就是苦味大于甜味 它这个脏脏包的个头真的挺大的 里面还有巧克力酱 这个脏脏包做的真的是 这个脏脏包做的 真的是不用紧 非常好 放在 里面 这上面这个绿色的 面包丝 就是增加了口感 就是脆脆香香的 好了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别忘了给阿姨一键三连呀 别忘了给我点赞呀 拜拜